所以你今天把我叫到这儿 让我看到现在的川白楼 就是为了要激起我的斗志 对 我就是想要报仇 你到底帮不帮我 我跟曼婷 坐下了川白楼对面那家店 准备开一家新的餐厅 名字叫巴士的板 巴士的变 行 师傅的口头馋 我们开那家餐厅 就想跟刘思源打了一台 打了一台 你们知道开一家餐厅 需要多少钱吗 我当然知道 所以我找了投资人 梁清然 梁清然 干吗 名标组 富社者联盟 我们希望 你能加入我们 赵宗蔡可言 赵宗蔡可言 跟他较劲就算了 也不完全是较劲 你知道 曼婷一直想延续 大鹏叔叔川菜的理念 而且川白楼 是大鹏叔叔一生的 荣耀跟牵挂 至于梁清然 他对我们有信心 而且他被刘思源坑了 也想东山再起 那你呢 我 确实有我的私心 我想争一口气 我想想 好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吧 这是我们店的菜单 两位看一下 生意不错 好好是我找黄牛买的 花了三百块钱呢 你还真下去的本 知己知彼吗 看看菜单吧 回锅肉卖两百九十八 麻婆豆腿要六十八 门口筹编的海报 怎么还没贴啊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马上就贴 那我现在就去 龙虾 这什么呀 凉菜也不这么贵 我们的菜上齐了 点这么多 吃不完啊 花了这么多钱 还不得三百六十度 全方位打探清楚 尝尝吧 这怎么样 六十分了 哎 你的六十 就是普通人的九十了 这也足够让他们生意兴隆了 带人来示威啊 我们吃饭而已 那你们几个 在我对面开餐厅 到底想怎么样 这跟你有关系吗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刘总 这就是你们川白楼的待客知道吗 真真真 真真 我知道你心里有气 一直在怨我 我都能够理解 但是你没有必要和他们混在一起吧 这样是没前途的 我 我是真真真真 我是真真真正为你好的 我和梁秦燃分手了 刘思元 你已经习惯把自己包装成这个样子了 你什么意思 你总是装作一副很为别人考虑的样子 其实你根本不是什么情深义重的人 你包装自己 给自己找理由 你找不到的 你只是把感情 当作你盈利的工具而已 别让我看不起你 别让我看不起你 怎么了 没事吧 我看到刘思元了 我说不出来什么违信的话 我没那么容易想得开 你这是在跟他较劲 我凭什么不能跟他较劲 我不希望你把开餐厅这件事 变成一场征书赢的比赛 你现在把所有的宝 都压在盈利刘思元身上 但书赢总理应该很简单小 万一你输了怎么办 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就是要让他后悔 那要是你自己后悔了吗 到时候再说吧 生活本来就是一个反复受垂的过程 错得对的 所有后果我自己承担 所以你今天把我交到这儿 让我看到现在的川白楼 就是为了要激起我的斗志 对 我就是想要保证 你到底帮不帮我 你先让我这么做 加入巴士的吧 好 我帮你 但不只是为了你 也为了师父 我刚才是不过来的 我 practices 我来教过 你们想要保证 你怎样 这样就会比你 我来说 国上的 就会